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19号星期三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周边国家穿梭访问 时来时去 先是去了俄罗斯 回到北京之后稍时休整 马上又去了中亚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然后刚刚回到国内 马上又准备去北朝鲜访问 那么就在这次从中亚国家回来 准备去北朝鲜之前 习近平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动作 那就是突然会见 所谓空军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 然后军委的高层都陪同 两名军委副主席 四名军委委员陪同 高调的在空军党代会上亮相 显示习近平一回国就抓军权 事实上这是习近平 最近两年出国访问回来的一个灌场动作 要么一回来就抓军权 要么一回来就搞党建 开所谓政治局会议 大抓党建 要大抓什么核心意识 或者是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的教育等等 要么就是抓军权 也就是说两招 一个是整党 一个抓军权 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为了震慑党内同僚 震慑党内的反习势力 实际上习近平在党内最近的局势可以说更为不妙 香港的媒体报道显示 说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里面反对习近平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在七个政治局常委里面 只有剩下一个铁杆还支持习近平 那就是栗战书人大委员长 习近平第一任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是中办主任 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在河北当无级县委书记 而习近平当镇定县委书记 两人结为年轻时代的慕逆之交 因此栗战书是习近平的亲信 所以习近平一上任就调他到上任前 调他到中办当主任为自己保将 那么现在除了栗战书是铁杆之外 其他政治局常委可以说都对习近平离习离得 比如团派的李克强 总理李克强 政协主席汪洋 对习近平的内外政策都表示不满 特别不赞同中美贸易谈判反悔的方式 以及贸易战升级 那么江派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也不满 觉得对习近平在香港政策上的一意孤行不满 然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虽然不太表态 但是据内幕了解了 他对习近平的很多政策也是不满 原来说他是习派的人马 其实他哪派都不是 而陕西省委的旧部不断的震荡 也涉及到他一些旧案 实际上是有可能是习近平的人马在背后整他 整这个赵乐际 警告赵乐际 再一个就是王沪宁 他还算是江派留下来的 他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 承受习近平赏识或者重用 在中美大打贸易战 贸易谈判先入将军的时候 他是大出风头 到处搞抗美援朝的宣传 搞反美宣传 把整个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著作拿出来要跟美国斗 任在人民日报求是 这些他掌握的喉舌上发表强硬文章 但是据说此人对香港媒体报道 对习近平是可以说离心离德 而且是阳奉阴违 表面上奉承全面极左的一套 用这个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 抗美援朝时代的思路来面对现在的新问题 事实上是在给习近平挖坑设局 利有所图 例如说习近平曾经担任了很多组长 18个组长之多 把各种组长当起来 但是他前不久有一个组长却不是习近平 而是王沪宁 叫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什么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是王沪宁 显示王沪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所以这事实上长远看来对习近平并不是一个利好 而是一个权力上的威胁 实际上整体来说 习近平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小 受到的反对声浪越来越大 尽管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面有很多习家军 但是据报道这些习家军的人物也都开始保持沉默在看风向 其中本来跟习近平交好的像国家主席王岐山 还有主持中美谈判的副总理刘鹤 本来都属于习家军人物或者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对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 中美谈判也非常不满 颇有怨言 王沪宁 王岐山 我刚才说的是王岐山 王岐山是查不上话 王岐山是查不上话 刘鹤是辛苦谈判 最后是竹篮子打水一藏空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也是可以说是跟习近平是想法南辕北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日行危险 他就是靠抓权力 一个是靠巩固习家军 再一个就是靠抓军权 所以每次外访回来不是整党 就是抓军权 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 现在他要去访问朝鲜 在访问朝鲜之前 党内也传出了不同声音 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是时机不对 说该去朝鲜访问的时机已经过了 一个时机是原来平昌冬奥会的时候 再一个时机就是当时美朝峰会在前后举行之际 当时的金正恩先后四次访问中国 但是美朝峰会在越南破局之后 金正恩没有去过中国 那习近平这次仓促去 本来还有一个计划说他四月份访问 又推迟了两个月 这次仓促去访问主要是想美国施压 给美国打朝鲜牌 要跟川普在大阪20级峰会上见面前打朝鲜牌 说非常仓促 党内认为实际不对 而且说这样会得罪韩国 本来习近平有计划要访问韩国 由于种种原因 说中韩关系冷淡 不热反冷 而在整个中共跟周边国家对立的过程中 跟韩国的关系是渐行渐远 因此习近平又取消了对韩国的访问 那么在选择访问北朝鲜还是访问韩国 就是北韩还是南韩 北朝鲜还是南朝鲜 这个选择中 习近平最终选择了北而不是南 也就是选择左不是右 去访问极权国家北朝鲜 那么跟韩国的关系进一步疏远 所以党内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不听劝阻 一意孤醒 执意前往北朝鲜 所以这是一个结论 当然这个结论也可以说应验了另外一回事 就是在香港局势危机居高升温不下的情况下 习近平去北朝鲜访问又应验了民间的一个说法 所以中共或者习近平王顾宁等人的图谋是要 台湾香港话 香港中国话 而中国北韩话 中国朝鲜话 那么习近平在香港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突然又去北朝鲜访问 似乎正应验了民间的这个传闻 就习近平迎面往极左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而跟这个文明事件继续的脱轨脱续 就在习近平前往北朝鲜访问前夕 不仅党内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显示习近平权力不稳 要抓军权来示威示众 来恐吓党内的同僚或者反习势力 那么又有传言显示 第一夫人彭丽媛似乎出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情况 因为彭丽媛以前跟习近平出访都是成双成对 夫妻同来同去一起出访 那最近的出访去俄罗斯没有见到彭丽媛的声音 习近平后来去中亚两国也没有彭丽媛出现 那么这次一个观察点就是 当习近平去北朝鲜的时候彭丽媛会不会出现 按道理彭丽媛应该出现 因为以前金正访问中国 带他的夫人李雪祖来访问 那么都有出了习近平跟金正访之间的元首互动 还有双方第一夫人的互动 彭丽媛跟李雪祖 那么这次回访朝鲜 按道理来说彭丽媛应该现身 跟李雪祖有所互动 如果彭丽媛这次现身的话 那是一个正常状况 如果不现身 那倒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 或者天下哗然 所以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所以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是 内外都出了问题 似乎家庭也笼罩了一些阴影 当然说到彭丽媛还有在2013年的一件事情 2013年6年前 当习近平跟彭丽媛去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首次出访俄罗斯 当时就有个新闻报道说 俄罗斯的第一夫人冷遇中国第一夫人 就是当时的普京夫人 对习近平的第一夫人彭丽媛不敬冷淡 基本上不太陪同 只陪同了一场活动 然后就让彭丽媛自己活动 但后来不久 传出普京跟第一夫人离婚的讯息 或者说另有新欢 反过来一再想学普京 崇拜普京 想模仿普京的习近平 会不会在任内发生一个离婚的这么一个事情 当然在这个中国政治文化中很罕见 在中共这个政治文化中也不会说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即便像毛泽东那样一再的分居 或者是在深宫中淫乱 那都是密而不宣 不说出来 那么会不会发生一个说习近平效法普京 也来一个任内离婚 这个很难说 恐怕如果真的出现那个情况会是一个很爽动的新闻 对中国这种政治文化来说 总之现在彭丽媛的情况朴素迷离 不得而知 那么答案很快会揭晓 习近平访问北朝鲜 如果彭丽媛亮相了 那就说明前段时间可能是身体有恙或者是其他事情 那么这个可以再继续观察 那回头说习近平跟川普通了电话 通了电话就约定在大阪 G20峰会上双方会会谈 通电话之后是各方做了不同的表达 川普通过一个很简短的推文来表示 说他跟习近平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双方决定在大阪G20峰会上做一个加实的一个会谈 说在这之前双方的有关贸易的谈判团队就开始接触了 他简短的说了这句话 结果在中国媒体上报道了很多都是习近平的话 对川普的话简单提了一下 马上就开始讲习近平说什么 习近平说什么 都是那种什么合则两立斗则两败 全是一些套话 说完了之后又说希望美方关切中国企业的利益 就暗示想把华为公司的事情放到美中贸易谈判中 以前川普也说过 华为公司的事情可能可能放在中美贸易谈判大背景下 但是美国的其他方面都反对 国会参众两院都反对 川普的幕僚也反对 说能不能把华为放在谈判中还是一个位置数或者可能性不那么大 但习近平暗示了这一点 希望美方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 但说这句话的时候 习近平要质问 你们中共有给美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公平待遇吗 另外说愿意双方保持沟通 已经暗示了在G20峰会上不太可能达成协议 只不过是双方再次接触而已 就在与此同时 其实美国在星期一已经开始了 对下面的三千亿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 开始了听证会 开始了各行听证会举行七天 七天之后呢 逐渐的由美国总统贸易办公室汇报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形成一个决定之后 看什么时候增加关税 那么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美国的贸易谈判的这个 大律师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 他讲到很难相信中共 说中共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遵守过承诺 说仅仅是谈判很难相信中共会改变他的做法 而且他说即便是关税战 也不能确保中共改变他过去占美国便宜的做法 但是他这是唯一的手段或者最后的手段 不得不使用关税这种手段迫使中共去就范 与此同时其实双方的市场已经发生变化 原来这个一个盛传的一个脱钩 说中美脱钩或者是经济贸易政治各方面脱钩 这个传闻正在变成现实 连民主党的这方面的议员 甚至这些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比如拜登办公室的人都出来说 中美脱钩正在成为现实 或者已经发生部分的脱钩 实际上在贸易领域在经济领域就有很多的脱钩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在撤离中国 包括谷歌公司把他的生产线都移除了中国 转到东南亚或者印度 还有美国的其他公司都在 把这个生产线转移到越南或者柬埔寨 甚至于号称要竞选 台湾总统的这个红顶商人郭台铭 也在说这个富士康随时可以转出来 如果美国的苹果 因为他们也承包了这个美国的苹果的生产线 如果说苹果公司需要转移的话 他也跟着会转移 不仅美国公司在转移离开中国市场 其他国家的公司都在加速离开中国市场 离开中国 包括日本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 比如台湾有一个叫洪正的这么一个电子企业 最近就把他的公司搬回到了台湾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国公司原来投资美国的市场的热情也见低了 中国公司觉得他在美国是不受欢迎 说很多中国的公司 不管是国营的也好 还是打着民营企业的背后的国家支持也好 还是其他企业 投资美国的计划都先后告吹 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推出中国 中国的企业在推出美国 这就是一个脱钩的特征 而更多的各国企业 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原因 可以说习近平在任内 我昨天就讲过 完全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到处惹事生非 寻省自私 在南海惹了事 在东海惹了事 在台海惹了事 后来也在香港闯下大祸 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 美中贸易战中都惹了大事 说是中国经济的荣景不在 而且是日渐衰退 走下坡路 剩下他唯一的一招 就是抓军权 抓整党来掌握自己的权力 那在这个时候 香港的局势如何发展呢 香港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示威 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的示威之后 最近的局势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正式露面 正式露面再次向香港市民道歉 说他很诚恳的 严肃的 真诚的向市民道歉 然后说关于修例 他还是没有说撤回 但是说已经停止了 说不会在这一届立法会任期里提出来 说以后要广泛听取国民众的共识 说这个跟民众的差距还有一点差距 民众认为要完全撤回 另外他也没有回应 要求民众要求他下台的呼声 另外关于所谓定性暴力 他从来没说过市民或者学生是暴动 或者是暴乱分子等等 但是香港市民方面认为 香港市民的五条诉求 林郑月娥并没有完全回应 因此香港民间组织认为 要采取进一步的抗争 比如说到星期五 如果林郑月娥还没有正面回应他们的诉求的话 那就要开展一个公民不合作运动 这不合作运动就包括罢工 罢事 罢课 或者是其他一些抗争行动 比如贪犯 贪怀 立法会 或者类似于2014年占中行动的类似行动 叫占中2.0版 所以香港的局势还在僵化中 这个时候中共站出来继续支持林郑月娥 没有回应民众的呼声 支持林郑月娥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好 中共的人民日报 喉舌也好 都发表言论 大肆称赞林郑月娥 不仅完全无视香港的民意 无视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上街抗争 和要求林郑月娥下台 那么中共的媒体和外交部发言人大肆称赞 说她是工作出色 中央权力支持 然后甚至说了支持她的修例 就是所谓的恶法逃犯条例 送中条例支持 并且说所有的工作都非常非常好 意思就是说要她继续执政 中共这个说法事实上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林郑月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带北京 带中央政府受过 她提出修例 是北京在后面阻止 她不得不暂缓或者撤谎 停止 也是北京在后面阻止下令 然后她表态跟北京政府没关 或者北京政府表态跟她切割 都是演了一个双簧戏 包括中间所使用的暴力 甚至很可疑的是内地公安冒充港警 对抗议民众展开毫无理由的暴力 都完全是中共在背后阻止 北京当局在背后阻止 所以北京当局现在对林郑月娥继续寄予极大的支持 这一点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林郑月娥只不过是个替罪羊 是一个傀儡 带北京中南海中央政府受过而已 所以习近平当局不好意思把她拿下来 但是也不排除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 因为对习近平当局来说 已经说了 韩正说了林郑月娥是敢担当 勇与担当 那么称赞她就是替中共担当了 但是如果局势继续恶化的话 并不排除 虽然不立即下台 也不排除几个月之后变相下台 就跟当年的董建华一样 然后民生暗掉 民生暗将 调去北京做个政协副主席 然后换一个特色 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不说是立即发生 也许在几个月内发生 这种可能性存在 那么在这个时候 香港民众就做了很多的讽刺和挖苦 让一些网民 中国内地的网民知道香港的情况 也做了很多的总结 突然发现一些在跟香港这次大抗争 和中共的应对中出现了很多的黑色幽默 比如说 本来是6月16日香港发生了200万人上街的大示威 可以说是创下历史震撼世界 但中共有一个中国日报 英文版居然是那样报道 说香港家长上街抗议美国干涉内政 说的是有一百多个亲众人士到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去抗议 比如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完全不提200万人的大示威 把这200万红流前面的一堆泥沙 一堆小小的泥沙一百人提出来当一个主题 说香港家长抗议美国干涉内政 这就是大标题 构成了真实不知道是低级黑还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更有甚者据传在香港的中共的亲公媒体文汇报还报道了一个标题 叫做百万人上街庆祝父亲节 因为6月16日星期天刚好是父亲节 然后香港人没有200万人在街上游行示威 居然有这样的标题 百万人上街庆祝父亲节 结果中国网友就说 这个高级黑黑的还不够 应该这么说 说百万人上街抢购华为手机 还有人说还可以再黑一点 说百万人上街庆祝习近平生日 因为习近平刚好是6月15日生日 在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给他上了一个蛋糕 说他66岁 祝他66大顺 然后香港这么大的动静 习近平逍遥国外 并且在那里庆生 而普京的做法完全对他是一个嘲弄 或者是给他一个着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应该说百万人上街给习近平庆祝 黑的才会到位更到位 那实际上网友还有一个总结 所以把中国内地和香港一国两制不同 或者两地所呈现的不同的民情做了一个总结 说是某国修改一个宪法鸦雀无言 某地修改一个条例地动天摇 好 某国指的是中国 去年修改宪法居然是无声无息 一片鸦雀无声 刷刷的几属举手 所谓代表 人的代表 香港这个地方修改一个条例就已经地动天摇 可以逐渐两地的差距 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人意识 内地是奴隶意识 香港是主人意识 可以说这是两重制度 两重天 新旧社会不一般 对照非常明显 说到去年修改 其实说到中共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在去年修改前连续召开了几次中央全会 之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习近平在回避中央全会 比如四中全会 生怕几百个中央委员聚集起来之后对自己不利 而中央委员里面的确是反习的声音 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央全会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只看到习近平在搞党舰或者是搞抓军权这些动作 那么习近平就在一回国就抓军权的同时 实际上对四川府中发生的地震 伤害人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仅说不要到当地去视察访问 轻描担心的处理 只发了一个批示 只是作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最高力量发了一个批示而已 他的重点亮相还是在军权上 亮相军权 所以现在四川人民是自我检测 自我总结 就继续的套用王沪宁在中美贸易战中的造句 王沪宁的造句是什么叫 说要谈 谈可以 打奉陪 欺妄想 那么现在四川人民又开始造句了 说四川人民不想政 不愿政 但也不怕政 必要死不得不政 说正可以 谈奉陪 商妄想 然后奉劝那些叶延器的开发当局 早日认清形势 让地壳板块活动早日回归正轨 这就是四川人民自嘲的态度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